当时父亲说他留下 他当时拥有的存款大概有18万多 18万以上的 然后后来追讨回来了多少 追讨回来 总共加起来 有8万多块钱 所以妹妹到现在认为他要拿回来的 还是这8万多块钱 他说这个钱是他开招仰冠着的 但是父亲去世之后 这笔钱是谁在管呢 我在管 所以现在父亲留给你们的钱大概有多少 已经花完了 已经花完了 但是你妹妹还是认为那笔钱还在 他现在还要有 我现在来问一下 姨女士 父亲生病在医院的时候 你偷偷地去父亲家里把他钱拿走了 有没有这回事 有 为什么你要去偷钱 我不是偷钱 那我问你 你父亲醒了 让你把钱还给他 你为什么不还 以至于你父亲要把你告到派出所 我还了 我还了 为什么他要把你告到派出所 他告到派出所就是因为你不还 你现在是不是认为这个钱在你哥哥那 就在老几钱呢 那为什么这8年你都不找你哥哥要 为什么在你母亲生病的时候 你找你哥哥要 我从头自尾到现在 我要人的钱 我母亲和弟弟 你母亲跟你弟弟 现在跟你大夫在一起生活得挺好的 母亲给我要的 你要过来干嘛呢 母后 你这两年都没有看过你母亲 你怎么知道他过得不好 谁让我没看过 谁让我看过 一会儿说你多少年没看过母亲了 一会儿说母亲现在生活情况 你全都知道 我没说我没看过 要了半天钱 一会儿说是替母亲和弟弟要的 母亲和弟弟就在大哥那生活着呢 人家那钱怎么着 人家自己去安排就完了 你要过来 你不也得给母亲弟弟吗 按你说的这么多年 你也见不着母亲 见不着弟弟 你要来之后 你怎么给人家呀 老许啊是这样 我听下来 我都觉得你妹妹有功劳 刚才我们都听见了 就是老母亲生病的时候 村里几个邻居 老人家都说 说不行了 就老在家里吧 然后是妹妹坚持说 不行得送医院 送完医院之后 母亲这么多年 跟你在一起生活 对吧 所以最起码妹妹当年这个坚持 让你这么多年 还过着有老娘的日子 这是不是妹妹的过 充这一点 你干不干 谢谢妹妹 你充这一点 我谢谢你 谢谢我 对啊 这就是做了以前的烧死 有大锅药 黄女士 你说你两年 没看见母亲了 刚刚在VCR里头 你看到母亲了吗 看到了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很心疼 我母亲现在 你觉得母亲现在过得不好吗 对对 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我母亲 帮我母亲大三年之灌生 我母亲咱们给钱 我母亲吃得白白胖胖的 你觉得现在母亲瘦了吗 你看我们行动自由 我母亲行动自由 现在我母亲叫她一年多了 劝在五里来打门都出不了 我母亲见人修工 我母亲现在她一个亲人都见不到 我想问一下徐大哥 妹妹说 我想一个月见母亲两次 可以吗 不行 一次都不行 为什么 这个女子 八年不到我们家里面去一次 去一次 就把我们去 甚至一次 老了我三年到现在家庭 家里不能暗 不能暗 一次都不能去 真的我看到你们 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上面我也有两个哥哥 但我哥哥从来不这么对待我 我也有亲女 我也没有一个对待我们的亲女 可以连线我们的那个妹妹 可以连线 好 既然徐大哥提到要连线给她的妹妹 那我们也不妨现在来连线一下 她的妹妹 伊建丽女士 因为确实在这一家人当中 今天只有她们两个人出现 我们也不太清楚家里的情况 是否是她们所说的一方的样子 我们现在请导播帮我们连线 伊建丽 我们也问问她有关于家里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有请导播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是伊建丽女士吗 是的 你好 我们这里是梁宁卫视复合天使的节目 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想要跟您请问一下 是这样 第一个我想问问您 您有没有机会就是看您的母亲呢 有啊 我每次几个星期天的时候 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看 我是教学的 我平常就没空 我就是星期天回来到 到我的家里面 那您母亲和您弟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我弟弟生活得很好嘛 那您母亲呢 我母亲也生活得很好嘛 嗯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今天在现场啊 您的姐姐就是 伊美丽说 她很担心就是 父亲留下来的那笔钱 现在就是保管的不是很好 我们想请问您一下 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可是我父亲留下一点钱 留些钱 对 我妈那个当初时候 我爸去世以后 嗯 我并过我妈 我妈也是让我哥就是管他了 这个钱是你哥哥来管的是吗 啊 这是 这是我妈决定 让我哥来管他 嗯 那您觉得你哥哥 就是对于这笔钱的管理 嗯 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嗯 那你知道你 姐姐就是这个 伊美丽 这个见不到母亲 这回事吗 是 不是让他去 因为他去了他 他不是到外看母亲来 是到外生事来 你怎么看待你姐姐这个人 我们一块长大 那我见那个人就 你可以说 就和人过不过世吧 就是太抠心了 现在这个 您姐姐也跟哥哥之间 有这样的一些矛盾 他希望把母亲和弟弟 接到他身边去 嗯 他认为你哥哥是 囚禁了你的母亲 您希望家里的这个矛盾 怎么解决呢 我希望就是 我还是我哥哥管的 有长子的话 当然是长子管了 是吗 如果我哥哥不管的话 就是才累到他 不要说 只要他不来这个 村里边老师 我这就一下子就 很好 关系很好 就没一些些矛盾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是母亲 拜托哥哥去管的 第二哥哥也愿意管 第三哥哥也允许 你们来看了母亲 所以在你看来 如果这个姐姐不闹事的话 这个家里应该是和睦 没有问题的 对吗 很和睦的 日落它不闹事的 是很和睦的 嗯 好 谢谢 谢谢您